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就講一下加拿大國會 House of Commons 的成員 或者組織 structure 是怎樣 我在這裡就說明 我這個是簡介 如果你們中間有什麼是policy的 讓我知道更多的 那就好好了 麻煩你在comment裡跟我補一些 我沒有講漏或是說錯的東西 因為我在十幾分鐘要講這麼多 就一定有講漏的了 今天所有的slides 這些都是在 ourcomments.ca 即是官方的網站 那裡是組織了的 我加了自己少少的comment 那我盡量就不會有什麼的政見 我只是說純粹是numbers 和structure 是官方網站出的 那當然有自己的comment 好,上一次就講到 是加拿大這個國家的元首 實在就不是總理 實在就是呂王 我們叫做the crown 但是呂王這個元首就不是住在加拿大 大家都知道 那他的representative就是governor general 我們簡稱為GG 這個governor general 他是代表了加拿大的女王 實在都是英女王 在這裡的所有的一切的salemonium task 在這個crown之下 就有兩個的branch 一個就是政府 國家之後,下面才是政府 那個政府是executive branch 你可以說這個政府就是行政那邊 有哪些呢? 當然就是首相 首相為主 跟著就是cabinet 就是他的內閣 理論上是由這個the crown represented by governor general 是指派這個首相的 這個首相呢 然後他就form去自己的內閣 這個行政 內閣有多少人呢? 就在這個首相是決定有多少人的 跟著另外一個branch呢 就是立法 legislative branch legislative branch 我們選擇 就叫做parlament 就是國會 實在國會大家聽到呢 加拿大國會是有兩層的 一個就叫做upper chamber 這個就是senate 另外一個名字呢 叫做red chamber 是紅色的 因為為什麼呢? 在那個國會那個他們開會的房子 全部就是紅色的地毯 紅色的設計 這個是那時候 200年前流下來的 那加拿大就有105個senators 這些senators呢 就是由prime minister 那麼多屆 就介紹給這個governor general 然後呢 就governor general呢 就委任的 那一委任之後呢 就成輩子的了 成輩子的意思呢 就是到75歲 他就一定要退休 如果你說 你說三十幾四十歲 這樣 委任一輩子 那就真是成輩子 就吃長糧 那當然要開一下會 但是 這些呢 就是prime minister 是介紹給crown 這樣做的 那另外一邊呢 這一邊呢 就叫夏議院 Noah Chambers 另外一個名呢 就叫做Green Chamber 因為他們那個 開會那個房子呢 是綠色的 現在就好像說呢 就大重修 那麼他們就在另外一個房子那裡 那麼現在更加呢 個個是video conferencing 那麼什麼顏色都沒有緊要 那麼這個呢 就是全民選的 House of Common呢 就是民選的 那麼有幾多人呢 現在就有三百三十八人 那麼因為呢 將全個加拿大呢 就分了三百三十八個 Writings 那麼每一個Writings 就有幾多人 那麼你到大選的時候 那麼你就去那個Writings那裡呢 就是選你那個Writings的representative 是geographically define的 每一個Electoral District呢 那麼就有一個representative 就有三百三十八個 在這三百三十八個議席 民選的議席 如果有任何一個黨 它是多過半數的話呢 那麼那個Governor General呢 就會邀請那個黨的黨灰 就是leaders 就做prime minister 如果是有任何一個政黨 是可以多過一半議席的呢 那麼我們就叫做majority government 因為呢 這個政黨所提出的任何議案呢 他們各個一起舉手呢 就各個站起來 那麼那就一定是大多數 那麼所以叫做majority government 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有一個的情形之下 那麼現在是了 因為加拿大就多過兩個政黨的 如果有一個情形之下 是沒有任何一個政黨 是多過五十個percent的seed呢 那麼這個呢 就是少數政府了 majority government 那麼Governor General呢 就會看一下 哪一個政黨有最多的議席 那麼在那個最多議席的政黨的黨 就委任他做這個首相 那這個majority government呢 那麼那個黨呢 如果有些什麼議案呢 就要找拍檔 或者是他那些的議案呢 是起碼有另外一個兩個黨 是跟他一起同意 那才可以過 那麼有時候呢 是有點難度 如果是尤其是monetary bills 就是說跟錢銀有關 或者是speech from the front 就是每一年大開議會那時候 那個提議這個國家走勢的呢 這些呢就是critical的 就不一定要majority的vote才是pass 如果是pass不到呢 那麼就那個政府就玩完 如果有個經... 說這個有什麼經費啊 要pass pass不到呢 那麼那個政府就會倒台 那麼那個prior minister呢 就要走去那個governor general那裡 那裡就說 喂 我要dissolve parliament了 那麼crown呢 GG就會dissolve parliament 那麼就又來一次大選 實在無論如何都好 根據加拿大憲法 最多呢 一屆的government呢 最多只不過是五年 那麼五年來呢 一定要叫一次的大選 那麼但是呢 就沒有什麼哪個government 是真的捱到 第五年最後那一年 才是叫大選的 因為呢 如果是這樣呢 即是表示你那個政府呢 就受歡迎的程度 到最後呢 就不是那麼好 即是要是power hungry hold on to power 那意思 那麼通常 通常 就第四年呢 就會叫大選的了 那麼這裡呢 就看一下 這個地理上的環境是怎樣 那麼這338個議席 是怎樣分配的呢 最多議席的就是安大略省 即是Ontario 那麼338個呢 他就有121個 那麼都很厲害的 那麼真是 三分一有多 第二個省是最多議席的 就是Qubeck 78個 如果哪一個的政黨 可以是拿到 那兩個人 那兩個人 那些人 就差不多 說我可以 是做這個 majority government 了 第三 跟著來就是 B.C 只有一個省那麼多 當然他們人就多很多 如果你看看那三個領域 Yukon, North West Territory, 和 Nineveh 每個這麼大的地方只有一個Representative 所以那些Representative實在 真的要飛來飛去 有很多的traveling 題外另外一個, 因為拜登 cancel 了 Keystone XL Project 那個Project 就在Alberta 和有少少在Saskatron 實在Alberta 你看 所以只有34個seed Alberta 34個seed 33個seed就是Conservative Party of Canada CPC 一個seed就是NDP的新民主黨 所以我剛才說 就算這個pipeline要 cancel 那麼那個自由黨現在呢 真是都... 即沒有了它,沒有緊要 為什麼? 因為橫定自由黨呢 連一個liberal的MP都沒有的 所以沒有了它,對它來說 是無關通樣的 你再看一看,譬如是... Ontario 是121個議席 是有77個,即是有過半 是走了去liberal 有35個是保守 保守黨 就算你再看Quebec Quebec 78個議席 35個走了去liberal 所以我剛才說 只要是Ontario和Quebec 它是拿了... 這些是票倉來的 它拿了之後 那就根本就沒有什麼緊要 對你Alberta 對你Saskatron 那些說 你看Saskatron 14個議席 14個全部是保守黨的 沒有了Saskatron 14個議席 根本的自由黨 反正都沒有了 輸了就沒有了 最重要的是三個地方 Ontario Quebec 和大西洋四省 它立了 現在起碼是majority government 如果它在Ontario 拿多幾個議席 就有majority 這個另外一個的看法 那你就看一下這個bar chart 那你可以看見 有一些是independent來的 British Columbia 六黨 有兩個 也都有自由黨 也都有不少不少的保守黨 都有一個所謂的independent 等一下我看一下 說一下那個independent 是甚麼 但independent 和現在的green party Ontario 都有幾個是independent 但independent和green 是有它的問題的 為甚麼呢 因為如果有任何政黨 是不夠12個議席 或者independent 那他們在question period 發問問一下政府執政 那些的時間就少了很多 甚至沒有的 還有他們的funding 他們做research的funding 就沒有的 少於12個人 在一個國會裏面的黨 沒有 所以那些就很不利 但是你看看 尼奔斯密有一個green BC有兩個green 但是那些你永遠聽不到 例如說法文在question period 沒有的 看看這個sitting plan 這個就是house of commons 那個sitting plan 那現在就沒得說了 現在那個在家裡開會 那個視像 但是這個sitting plan 來的 講一下speaker speaker 就是要主持開會程序的speaker 坐在中間 跟著那些club在前面 有支maze 那支是棍 在speaker的右手邊 就是執政的 執政黨 坐的 大部分 紅色 自由黨 pm 就在紅色的 差不多是中間 如果你繼續看 有一點點的那些 那些就是內閣成員坐的 這個很重要的 不是任你坐的 要排位的 那麼pm 差不多在中間 最坐得近pm 那些 的mp 那些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最老死的那些 全部的cabinet 即內閣 即是內閣 坐在第一排 那些都坐在那裡 那麼左邊 在speaker的左邊 即是藍色這一道 深藍色那些 就是保守黨 即是the loyal opposition 現在就是保守黨 那保守黨 是坐到面對面 那是對著 執政黨 如果你看一下中間 這個就不是加拿大 在英國來講 這個執政黨 和這個反對黨 隔開的距離是多少呢 在英國來講 就是兩個半的劍的長度 two and a half short length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在英國國會 說不定數就要打架 那些人就會拿把劍出來 那所以在英國國會的制度 就是兩個半劍的長度 那希望你們打架的時候 那剩下的那半呎 就不會拔劍的時候 就拔死了對面那個 那起碼又有半把劍的長度 那speaker在中間 那你可以看到 有個maze 有一支棍在中間 以前 希望現在不會這樣 以前 如果有誰 談不定數 要走出來 要拔劍 那speaker就會拿那支木棍 the maze 他們叫做 他就拔劍 這個是以前 那現在呢 就不會這樣 現在呢 就是 右邊就是執政 左邊就是 反對 在奧特華就是這樣擺 全個加拿大每一個省的省政府 都是這樣的 除了PEI 右邊就是執政黨 左邊就是反對黨 除了PEI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PEI 建立立法院的時候 建立後 執政黨 就坐在右邊 但是發現不行 你知道 百多年 二百年前 那時候 那些熱量也沒有那麼好 那些保暖也沒有那麼好 那麼 到了冬天開會的時候 那個執政黨 就發覺不是很好 因為PEI 那裡的建築 右邊 就不是在太陽曬那裡 那裡 在風那裡 那裡 那裡是很冷的 是speaker的 右邊 那麼 左邊就是反對黨 真的有個太陽曬著 那麼 冬天的時候就暖 暖很多 所以執政黨 即是執政黨 我作主 下令 就調位 那麼 變了左邊 暖那邊 暖那邊 就是執政黨 動到 有風那邊 就是反對黨 那麼這個就是PEI 不是 全加拿大是一個的 就是一個 還有 你看看 紅色那些 就是現在的自由黨 那麼 綠黨那些 喂 那個PM 即是你這幫人 一來就反對 二來呢 就 你 都 你是小黨 不鬼想見你 那麼就 編就編了他 在後面 那麼 還在個角落頭那裡 那麼實在 如果有誰 是 不是內閣國元 還是新仔的 聲音又沒有那麼大 坐在後面 還要 真的 那個PM都見不到你 你也都見不到他 所以有些 我英文有個名叫 Back Bencher 就是這樣 你 你在後面 坐在那裡 投票的時候才舉手 或者站起來 加拿大就不是舉手的 加拿大就是站起來的 所以 你看看 橙色那個 就是NDP 他 都沒有那麼多Members 所以 就排到尾 淺藍色那個 就是灰北黑人黨 還有 在 Speaker 右邊 最後那幾位 灰色那幾個 就是 Independent 有四個 Independent 那些 就真的坐在後面 實在 其中一個 Independent 他在2019年 都很出名的 就是 Jody Wilson Rable 以前 在上一個政府 都是杜魯多 他那時候 就是 Justice Minister 和Attorney General 是很大權的 但是 他跟杜魯多 就鬧翻了 因為 一些 他應該想告的事情 杜魯多 派一些人叫他 不要 隻眼開隻眼閉 他們兩個 就鬧翻了 踢了去 出黨 再選 到2019年選的時候 他就選到 選到之後 唯有 他就坐 Independent 另外 有兩個 其他兩個 以前 都是自由黨 握旗來選 但是 就被自由黨 就 踢了出來 一個 前幾個 影片 我都說過 Yasmine Vatensi 他就說 因為他用公家錢 就在他的辦公室 請了他的 Sister 不知道是 姐姐妹妹 在這裡做 但是 沒有正式公佈 那個關係 被黨 踢了出來 現在 坐 Independent 另外 一個 就 Manwen Torge 他 這一個 就被 人說 有些 Sexual In Propriety 是自由黨的 又是 踢了出來 加上 就是 現在 真的坐到 有這麼厚 有這麼厚 有這麼美 有這麼美 那 PM 都不想見你 那些 真的坐到 真是 好美 就說 有很多事情 不是憲法的 那開會的程序是怎樣 無論英國好 這裡 加拿大好 就用了這一套 叫做 Robert's Rule of Order 那 怎樣 put on a motion 怎樣是禍議 哪個先說 哪個 可以反對 這些 Rules 就 我不說了 我不是這些 Policy 我不是這些人 所以 你們如果是熟 這些 你們就 comment一下 那 另外 就說 一件事 究竟他們 賺多少錢 是不是真的 好發的 那 你看看 你看看 杜魯多 這裡只剩下幾個 這個 我沒有記錯 到 去年 2020年的 第三季 第四季 就未出 實在 杜魯多 第三季 那些 那些 薪金 還有 薪金 實在 很多 都不夠 六萬 七千 第三季 就是第三季 的人工 其他 你看看 喂 有一些 有些 conservative 反對黨 那些 還會 人工 比他 花的錢 更多 那 這裏是真的 還有 這裏 要花的錢 你在 辦公室 要花的錢 請人吃飯 或者 你要坐 坐飛機 Travel pandemic pandemic 什麼Travel 都減了 但這些 都要全部 要公佈 那 我 看這裏 就看見 為什麼 這個 Tanggang 原來 是什麼人 為什麼 是Liberal 但是 沒有人工 原來 他已經 不是 MP 但是 他可能 還有些 費用 還未付款 現在還付款 這裏 這個 就是 姓 譚 譚 如果 你們 有什麼 網友 總之 在Toronto 那邊的人 認識他 見過他 他 他就 好像是 他就 沒有選 找他老婆選 但是他老婆 就 Liberal 就不受他玩 所以 另外一個 的Liberal 都是 中國人 中國裔的人 加拿大人 但是 是 中國出生 好像是上海人 是姓董的 叫做 Tang Don 我忘記了 是 現在 在Donvanenov 那裏 就是 represent 在那裏的 MP 你們 如果是 多倫多 那邊的 網友 可能會 聽過 那個名字 或者選過 他都不出奇 這個 特意 是 我特意 拿他出來 給你們 看看 他們的人工 是怎樣的 那我就 說到這裏 那 說完之後 你們有什麽 提議也好 你們有什麽 留言 就麻煩寫 還有 就 Like and share 那今天 講到這裏 就是這麽多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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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